臺灣西南公寓高度5600公尺的中共軍機注意 廉價期間 共機襲擾不休息 國防部公告從4月3號6點到4號6點 一天內徵獲共機20架次 其中9架次 漁越海峽中線及西南公寓 還有共建3艘次 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 就這麼巧 時間點就在蔡麥會登場前戲 這一場臺灣總統在美進行的最高層級 面對面會晤 地點就選在加州雷根總統圖書館 回顧1982年7月 雷根總統曾向蔣經國提出6項保證 內容包括美國不會設定停止對台軍售日期 不會再決定軍售前和中國諮商 不會迫使臺灣與中國談判等 被視為台美關係的重要基石 麥卡錫和總統選在這見面 意義上來說 彰顯美國和臺灣站在統一陣線 他跟那邊簽了這個817公報 另外一邊 他就是給臺灣一個口頭的六項保證 美國的國會把這個以前的雷根的保證 把它變成法律 看得出來雷根他對臺灣還算是相當不錯 相當支持 有別於過去過境美國時低調再低調 在麥卡錫主動公佈蔡麥會後 輔方隨即發出在美國境內的會晤行程 還主動表示將協助隨團媒體後續採訪 彰顯說臺美關係的一個常態化跟正常化的一個過程 雙方也會提到就是如何在美國持續鞏固 美國兩黨對臺灣的長期支持 萬眾矚目的蔡麥會即將舉行 在臺美合作開創新局的同時 從地點選擇到行程規劃 暗藏巧思 進行航行朋友之後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盛敬美 靜好新聞